长颈鹿 它的高度可超过5.5米 这相当于 谁知道从那高度去看世界会是什么样的 长颈鹿最喜欢的食物是金和花树叶 通过它那黏黏的嘴唇和长长的能勾住枝叶的深色舌头 从最高的枝头摘取树叶 而当它想要吃地上的食物或喝水解渴时 你们知道它会怎么做吗 不是弯下脖子 而是一点点将双腿岔开 以便把头低下来 是不是很滑稽 但是这种姿势是非常容易受攻击的 因此它会喝得很快 而且身很短 长颈鹿通常两性分开群聚 母鹿负责照顾它们的右鹿 并且通过群足其他成员的帮助来保护它们抵御天敌 大家都知道在热带草原必须时刻小心 在危险的时候 长颈鹿用蹄子攻击来保护自己 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奔跑 尽管体型使它们有点笨拙 但奔跑时它们能达到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 还不错是吗 继续与我们一起去领略大自然的奥妙吧